SM娛樂旗下新人男團Lights 出道沒多久 成員紅塵漢就綠綠爆出黑料 讓外界看了只要頭 而SM娛樂也在上個月22日 正式宣布紅塵漢將無限期暫停演藝活動 團體將以6人組合繼續活動 事隔一個多月 近日突然有一名自稱是紅塵漢的同學 在網路上替他說話引起關注 據了解該名網友表示 我從成漢還是練習生時期就一直關注他 成漢在學生時期和同學相處得很愉快 就連市長也很喜歡他 作為朋友的我也覺得出道在一集 他應該更加小心謹慎才對 不過因為某個時期的草率行為 使得過去端正的性格行為都被否定掉 真的令我很難過 今年發生的事情應該由大家自己判斷 我並不強求大家如何看待他 只是希望大家看待他的視線不要那麼偏頗 怎料該篇文章一出 不僅沒有幫助紅塵漢洗白 反而還引爆網友們的怒火紛紛表示 這種文章居然敢發到論壇上 你其實是SM的工作人員吧 散播照片的人有問題 但紅塵漢本人也有問題 比起你有更相信那些 實實在在的照片證據呢